第21题 小鹰利用机车上的牵电时进行硫酸酮水溶液电解的实验 预使乙碳棒产生氧气 部分装置如硫图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碳棒电解硫酸酮 我们在正极会产生氧 负极会生成酮 所以我们的乙碳棒要生成我们的氧气 所以乙就是正极 甲就是负极 那么我们知道电解的时候 接正极的叫做正极 接负极的叫做负极 而牵电池二氧化牵板是正极 牵板是负极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甲要接在千极上面 而我们的乙要接在二氧化牵的上面 所以选项A说 乙碳棒的导线要连接在 牵电池的千极上是错的 同时我们知道 电流是从正电流出 所以电流应该是从 二氧化牵这个板极 流到了所谓的乙碳棒 然后在最后从甲碳棒再流回我们的千极 所以选项C说 电流由千极经由导线流向甲碳棒是错的 而且事实上我们知道 牵电池的千极是负 负的是负电流出 而不是电流的正电流出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C是错的 那么电解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甲碳棒会生成铜 所以甲碳棒的质量会增加是没有错 但是呢我们也背过 我们的牵电池在放电的时候 正极跟负极的质量都增加 都会生成硫酸铅 所以选项株说 电解一段时间后 四个电极只有千极跟甲碳棒的重量会增加是错的 事实上是二氧化间跟铅 还有甲碳棒的质量都会增加 所以现在只有B选项电解硫酸铜的时候 我们的铜离子正离子会会一向负起 那么甲碳棒是负起 所以铜离子会往甲碳棒移动 所以第21题问我们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B 含硫酸酸铜水溶液的电解槽中 铜离子往甲碳棒移动 我们下列叙连续子往甲碳棒移动